黑洲大象潘志芳 他現在是打擊率一城的保衛戰 目前連續16個打數沒有敲出安打 這一幫帶得不錯 在中左外野方向 李承琳向後隊 在向後隊這個球 最後是沒有辦法接到 出現了長打 後續蘇智傑要處理得快 說著說著 中斷的連續16個打數沒有敲出安打的低潮 Lead of Double 這是中興兄弟在這場比賽第二次 守衛打者就能夠敲出長打 對 那這個球其實李承琳也已經氣力了 我覺得沒有接到也沒有辦法 兩邊今天在安打數的差別主要就是在長打 這是第四支的安打 就是一支長打 這個如果要接得到要有很高的技巧 這可能要召喚林哲勳過龍 才有辦法接到 兩號一塊 變化球送到右半邊方向 最後是打穿了潘傑凱的防區 周思琦在得點圈友人的時候 真的跟鬼一樣 又是在比賽的後段 展現了老將的價值 真的厲害 再帶一分打點2比0 這個 恰哥上任之後 大家都點火了 這點火 這個內側的球不夠內側 就變成是周思琦的機會 哇 潘傑凱的手套差一點點 對 有機會 只能說有機會 但是這個球打得強勁 還是穿過去了 現場的私密朋友們 現在心情可能不太好 有點打在棒頭上 運氣又站在中信這一邊 連續八場比賽 喬楚安打的是詹子嫻 二臉上的周思琦快馬加鞭 回來得分 又是第六局 又是這兩個人 3比0 中信兄弟取得領先 現在三四棒的中信打線 對於得點圈的攻擊是非常的好的 狀況非常好 而且兩個人還會串聯起來 即便是打在棒頭上 但是在整個身體重心沒有跑掉 順勢的帶出去 還是打出籃打 大家好我是貴貴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以及Podcast節目 兄弟你來說